每一年的年中 我都会办一次年终演讲会 我把这个演讲会 当作是一次跟大家深层的对话 所以我很重视这个演讲会 在第一年里面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讲的是面对与承担 当时我就讲 在演讲里面我最后 我说嘉义不只是农业线 即将变成龙宫大宪 这样的一个宴景 在我第一年的最后演讲会 跟大家做了宣示 第二年如果有来听的人 应该很清楚 我的题目叫做 态度决定成败 在态度决定成败里面 我大概讲了两个非常大的重点 一个是我们这些人的态度 这些人的态度 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不管在什么环境 一定要努力把东西种活 这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 就是不管在什么环境 我就是要精力 从土地种出来的我 能够养家活口 另外一人我是在我老婆 给我们老婆的生活顶 包括我储逼很多这些人的生活顶 说恶到的 这点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用这样的态度 在面对我的现正工作 就是说不问自己累不累 问自己工作有没有做完 这些人 说实在 赢真赢 老婆的时候很忙 但是不管怎么没赢 辛苦辛苦辛苦累累 包括夜生累累 你看到隔天早上 五点多就起床 就出门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态度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从来不问自己累不累 只问自己工作有没有做完 今天又到第三年 第三年的主题 我呼应第一年 经过两年的努力 今年我的主题 我把它定调叫做 龙公大县正在实现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等一下 大家可以啊 好好来听我们整个 龙公大县目前为止 进行的状况 跟所有的发展 当然 今年还是在疫情的一年 在今年的疫情里面 我想大家很清楚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而且曾经在整个疫情里面 进入到社区的感染 那台湾人很厉害 可以把所有的疫情再拉回来 所以今天才可以办 这么盛大的一个演讲活动 我有一个表哥 在新宁开耳鼻欧科 我们有一个赖群组 他在里面就讲说 今年的生意很差 为什么很差 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连得感冻的机会都很少 所以啊 过去有可能感冻的流行期 有可能有十个患者 现在大概存在两项 所以我认为今天台湾的防疫成功 除了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外 我认为最大的功劳 是我们的台湾老百姓 每个都把口罩戴好 可以阻截病毒的传染 所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防疫英雄 今天我们在长庚医院 我们的杨林宗杨院长也来到现场 来站起来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我们铺子医院的赖重量 我们的赖院长 还有我们的台中龙总 湾桥分院 我们的蔡正汉 蔡副院长 还有大林慈祭医院 我们的赖铃生院长 当然我们要感谢 所有在座 也有很多所谓的医生 护士工会 有一些代表来到现场 所以我们是不是 请所有的这些医护人员 站起来好不好 谢谢他们 他们是在第一线 大家知道如果打仗 大家清楚 第一线如果垮掉 整个后面就垮掉了 所以在医院的第一线 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在这边 非常的感谢 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当然不只是第一线 我们还有第二线 第三线 还有全民所有人的配合 我这件事情 我有一次去到亚琪去宣导 大家要戴口罩 结果我手上拿个酒精喷剂 结果我就看到一个 大概差不多三岁多的小孩子 跟着他妈妈来逛夜市 我凑到他前面 他马上把双手伸出来 所以你都知道 台湾的整个工位 这一场的所有的防疫 连小孩子 都已经进入到一个 非常好的工位的教育 包括很多小孩子 你看那么小 口罩戴得住 我都认为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都觉得 这一次的所有的防疫 是为孩子 到大人 大家一起来 再来我想来谈谈 整个农工大县 正在实现 我的整个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 整个经营的做法 我想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的是 一个瓦斯在烧水 它从20度 从40度 到100度 我们可以喝得开水 这个过程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 从原本的水 到最后变成开水 所以整个 所有的这些质变 它下面要有温度 要有瓦斯 这个热能去烧它 才才可能从 所谓的原本不能喝的水 变成开水 那嘉义线要变成农工大县 我想是同样的道理 那嘉义线要变成农工大县 到底要透过什么方式 来让这个燕望可以达成 同样它要找到能量 要找到热能 如果没有能量 没有热能 量变到质变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感觉到 整个嘉义线要变成农工大县 就是在座所有的人 包括电视机前面所有的朋友 包括在网路上收看的人 只要对嘉义的发展 能够贡献心力 能够给它能量 就是农工大县 整个转变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请大家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所以就整个农业线 转变成农工大县 我想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 能够从量变到质变 那量变到质变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它必须要给能量 它必须要努力 它必须要劳光 它是辛苦的 而且它必须要找到事物的本质 所有的东西不是说 你要量变到质变 它就可以变 比如说我们把鸡蛋 拿去给肌肤 我们知道给它温度 它会变成小鸡 但是如果你找一颗 很像鸡蛋的石头 拿去给母鸡肤 忽十年也忽不出小鸡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抓到事物的本质 量变才会质变 所以它必须要付出努力 而且要抓准方向 知道事物的本质 所以 质变才不会失焦 这个就是我在经营整个嘉义线 所有的发展 我的基本的哲学跟思考 我知道这个过程 要付出努力 要劳光 要打招 要辛苦才可能 质变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对方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热能就是方法 就是我们要集结有利于 让嘉义线变成龙工大线 质变的力量 我们要让所有的力量上轨 我为什么用上轨这两个字 大家知道 盖铁路是很辛苦的 包括铁路规划的方向 都必须要过聪明 而且了解未来的发展性 所以你只有把铁路盖起来 把方向抓紧 才可能让所有的力量上轨 因为所有的力量可能是分散的 大家在各行各业 在各个不同的角落 所以上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我的整个的思考 跟整个嘉义线 转变为农工大线的基本的思维 我大概是站在这个角度 来跟大家做对话 跟大家做分享 当然大家知道 在这一股力量里面 有一股主要的力量 就是县政府团队 感谢这三年来 我们这些团队的一级主管 跟所有的公务人员 跟所有的学校 大家对我 可以说是非常的容忍 我给他们的工作压力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实际上大家如果了解 我在处理事情 基本上我是管事不管人 可是当我开始管人的时候 表示你的事 你做事是有问题的 所以基本上跟着我的主管都很清楚 跟着我是非常的自由 但是跟着我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想来分析一下 整个所有县政府的团队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你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县府团队先站起来 请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再来我想跟你讲老人照顾 老人照顾是嘉义县的重中之重 因为嘉义县的老人已经超过20% 有的乡镇已经超过27% 所以也可以说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我一直在跟社会局跟卫生局讲 老人照顾最大的重点 就是社区覆盖力的提升 所以从我就任的30% 到现在已经成长到65% 所以未来我们即将往70%再来迈进 所以是不是给卫生局跟社会局 这些辛苦的工作的一点给他们 谢谢 再来我想来讲讲老人假牙 这个是我就任的第一个政策 那目前为止已经有1.3万人 已经做好所谓的热灵假牙 那整个满意度是95% 谢谢我们所有的牙医师公会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再来我想谈谈寺庙无障碍的问题 我记得我妈妈 晚年的时候生病做伦理 我知道我老母很信心 如果艱苦不痛 我看她在念就是在念生命 所以我只想说 拜六星期找个时间再去厅 让她拜拜 当我再去到厅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我的伦理推不进去 还拜托朋友来逗庚 庚里面到我妈祖面前 他才我就严三个乡 打妈祖拜拜 后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就在现场以后 我认为有关于寺庙的无障碍是一个重点 因为老人吃了对于死亡的恐惧 对于生命的恐惧 对于甘苦悲痛的恐惧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 所以应该让他们的信仰 可以让他们的安慰 可以变成他们的支撑 所以我请民政处 大力去推动寺庙的无障碍 那整个大概民政处跟我讲 希望到明年的年底 一家一线有三百家寺庙 可以拥有无障碍 未来还会推动更多 那今天的新港奉天公 父子佩天公 我们的工工 还有大厨压廟 还有机分析 我们的董事长还有主任委员 都有来到现场 大家感谢一下好不好 后来我想谈谈有关于管路安心计划 这两个计划也是我照顾我 妈妈爸爸的心得 后来我认为非常重要 一个是管路安心 我老爸中风了 到晚上要插品工 鼻味管是他要灌食的饮食的来源 但是大家知道 一个异物插到人的身体里面 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有时候他会去挖掉 挖掉之后你就要吃麻烦 因为你要在意到便宜 又让他可以把这个鼻味管插回去 那我经常在想 我又住在家里在吃头路 万里我如果没有在家 只有我老爸叫我老母 叫一个所谓的外籍看护工 这样到底没办法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我们应该县政府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后来我就请卫生局 透过基检所 基护所 然后用专业的人 针对有三管问题 不管是鼻味管 气管或是尿管 有相关的状况 可以做24小时的服务 那这个部分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服务了748个人次 那为人很感谢 比如说在厨西医院那天 他们的家长也跟我的爸爸发生同样的状况 结果引民人的舟车劳顿载去到便宜 人到处去大家处理 所以我想这个叫管路安心计划 一个叫做外籍康护工 倒宅训练计划 就是我请专业的 这个医护领丸 年老叫欢意 叫通意 年老你是印尼的就是印尼通意 你是柬埔寨的就柬埔寨通意 你是越南的就越南通意 年老啊 针对所谓的评估 那有特殊照顾需要的老人家 我们去教导这个外籍康护工 怎么样去照顾这个老人家 而且去两次去三次 而且把照顾的重点的SOP 用他们国家的语言把它写下来 然后贴在床头 让这个外籍康护工懂得怎么照顾 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的外籍康护工的训练计划 也做得非常好 让大家非常的欢迎 所以这两个还有庙宇 基本上是我在照顾我父母亲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可能是其他的乡村 也有同样的需求 所以我把它变成政策 我希望全力来做推动 再来我来讲有关于 全面推动健康饮食 大家知道嘉义县未来 整个老人就是运动跟饮食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卫生局跟社会局 全面在做相关的处理 还有营养师 还有到据典里面去做指导 所以这个是全面推动我们的健康饮食 再来是有关于老人的垂球运动 垂球运动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运动 而且老人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聊天 可以让自己达到运动的目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希望只要你家村庄里面有土地 给你给政府用 我们就请老师去教导帮你整地 然后来培养所谓的垂球队 那现在嘉义县一共有39队的垂球队伍 我们希望我们在进一步的来推动 整个嘉义县的垂球运动的发展 再来今年到明年 我们最重要的推动 还有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老人的激励 我们结合学界 结合大学 做设计 大家知道 人50岁以后 这个激励就自然的流失 所以你如果没分练 后面这个激励就会产生流失 所以我们经常在说 有的老人跟你说什么 说他的脚没弄力 他的手没弄力 这个就是激励流失 脚没弄力就容易跌倒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全力在推动 有关于老人的激励训练 也训练了很多种子教练 来做相关的指导 再来我想来谈谈 有关于嘉义县的建设 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过去我们经常会欣赏 会羡慕宜兰经验 跟宜兰的很多的公共建设 都非常的自重美学跟美感 所以我们就去了解 到底宜兰经验 真正的精髓在什么地方 所以有一次 在某一个场合 我就碰到林盛峰监委 我就跟他讲说 你是当时一旦经验 在这个部分很重要的 剁手 我说我嘉义也想来做 我希望你帮我 后来林盛峰委员 同意要帮我 后来他就教我 怎么样在嘉义县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叫我成立一个 景观建筑的咨询委员会 找到最优秀的景观跟建筑师 然后这些景观跟建筑师 来帮我们审图看图 包括讨论建议 所以在他的推荐底下 我们找了几位优秀的景观建筑师 一起来成立这样的一个景观咨询会议 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 所有的重要的景观建设 我们都会透过这些人审议过以后 我们才会做相关的施作 这个是嘉义一个重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会启动 整个社区公园的全面改造 那这个社区公园的全面改造 这边你看到的是明雄的早安公园 再来我们来看看 有关于铺子的艺术公园 我们明年大概十月以前 看能不能完成 我们即将花八千万 来做整个铺子艺术公园的改造 破竹的时候公园 是天然条件有够好的 但是破竹的人很少在乎 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大树 但是太过密了 包括很多树网都生病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打开这个地方 让这个地方让小孩子艺利进来 让老人家艺利进来 让散步的艺利进来 然后跟整个东石国中 包括水稻头 那一整块连结 变成是铺子最重要的休闲地带 这个明年我们即将会做 整个相关铺子艺术公园的 所谓的营造 那现在看到的动画 就是示意图 未来的铺子的艺术公园 大概就会往这个方向 来做相关的处理跟营造 再来我们来谈谈 有关于明雄的水利狼公园 这个串联计划 我们已经争取到六千六百万 那未来会针对所谓的 这个阿波条大白 叫中心郡 那会做带状的一个处理 再来我们会针对 所谓的中埔 我们的赤南架公园 这个是原本的垃圾厂 那后来经过我们 县政府跟公所一起合力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园 那未来中埔的公十五 那我们也已经争取到经费 那未来还有更大的钱是公十六 那我们会把中埔这个地方 会做相关的营造跟改造 这一张大家应该很熟悉 开车竟然会看到 这个是我们恭贺欣喜的门年 今年我们写 龙宫大县流转轰廉 我们希望集中大家的意志 共同为龙宫大县而努力 明年我们的春年 大家开车会到处看到 我们即将要写 科学园区虎生虹 这样有赞吗 科学园区明年 整个就要做办公室的进驻 整个就要启动 所以科学园区对嘉义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明年的虎年 科学园区虎虎生虹 所以我们希望 就刚刚我开头讲的 让所有可以改变嘉义植变的力量 大家都上轨 今天在座的 所有坐在这边的人 都是改变嘉义植变重要的力量 包括在网路前 电视机前 可能都是 在整个未来嘉义发展 都能够贡献一起致力 所以在这边 拜托大家 所有的力量上轨 我们为嘉义的农工大县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农工大县 正在实现 农工大县 正在实现 正在实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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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